請經濟部的審次長 還有中油公司的陳副總經理 好 那個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審次長他剛剛說 他因為經濟部有會議 所以他先 那所以是副局長 呂副局長 來 請 好 謝謝 我想今天呢 趙偉排這個石化葉公安的問題 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特別是我們看到去年 高雄整個氣爆 大家也覺得 這個一發生重大公安事件 非同小可 這個對人命的損失 其實是非常重大的事件 那本席呢 也認為我們應該要高度重視 整個石化葉的這個公安的問題 但是呢 我們重視公安的問題 他可以解決的方法 其實有很多 那所以今天高雄市政府 他想要解決這整個公安的問題 石化葉公安的問題 他提出這樣的一個自治條例 他要求說 你只要在這邊設管線的 你總公司通通都要簽到這邊來 那這件事情 我看今天的社論也很多提出了批判 就是第一時間除了這個毛院長 他認為有違憲之語之外 今天我看 其實社論裡面也分別從憲法的觀點 特別是我們看到憲法第10條跟第148條 憲法保障人民有居住跟遷徙的自由 那公司作為法人 他是不是也有自由設立的自由 我想這個很值得我們探討 另外一個憲法148條 一切貨物應許自由流通 他有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在這樣的概念底下 我們的地方制度法30條第一項 他更是提到了 我們所有自治條例 如果你跟憲法法律 或基於法律授權的法規 或上級的自治團體 自治條例抵觸者是無效的 所以我現在就要請問 我們這個經濟部工業局 你代表經濟部 當你們看到高雄市政府 做出可能他要提交到議會 做這樣的自治條例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請你們的法務人員去研議 他將來這樣的一個自治條例 會不會跟我們的憲法 跟現行的法律有所抵觸 王委員還有各位委員 那經濟部大概對石化產業 其實剛剛在報告也提到 我們對工業管線的安全 是特別坐重的 那至於剛剛委員提到 法制面的一役的部分 當我們看到這樣的消息之後 我們舉例投一個法制科的同仁 同時我們也把這個層級 拉到部的法規會 法規會也提供了我們一些意見 那譬如說剛剛委員提的這幾個條文 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也有提到 那同時憲法上面也有保障人民的財產權 還有公司經營的營業權等等 但是這個因為憲法的解釋權是在大法官會議 所以在行政部門目前只能就我們過去的行政工作經驗 法制單位給的意見是有這樣的之餘 那辭職當然還要尋如果有需要解釋等等 必須回到大法官的一個解釋會議 才能夠對憲法有疑義的部分做釐清 以上 對 我想這是從法令面 這個可能有抵觸現行的法律或憲法之餘 我希望高雄市政府也要衡量這個法律 它是不是可以這樣子通過 另外一個本席認為 事實上高雄市政府提出這樣的自治條例 它是想要解決公安問題 我們也肯定這個公安問題 這個實壞的公安問題 應該要積極來改善跟解決 但是就像本席講的 解決問題的方式有很多 如果你今天提了一個 可能會跟現有的憲法或法律抵觸的自治條例 我覺得這是大家在消耗力量 這個沒有意義 但是怎麼樣我們很務實的 就是現行的這一些實化業公安問題 提出積極改善的解決之道 我覺得我們中央也有責任 來協助我們的地方政府 包括中油公司 我們陳副總 你們應該要提出你們的誠意啊 中油我們設在高雄的這一些管線 你怎麼樣達到一個是更安全的管理 讓人家放心 不用說我只是把總公司移到高雄來 它就會更安全 我覺得這不盡然是畫上等號的 要怎麼樣做到安全 事實上你們現在就可以拿出一些策略跟方法來做啊 不需要是透過去修這樣的一個自治的法令啊 這個陳副總你要不要講一下你們中油面對這樣的事情 你們的因應之道是什麼 你們明白高雄市政府他今天提出這樣的一個要求 他事實上他是要求的希望是公安 那你們怎麼樣去確保去跟他們再去溝通 你們公安的部分可以再去強化 包委員 包委員 其實在中油公司 在公安這個部分一直在 非常重視的 公安查有小小 像最近在管線這個部分的 就做整個前面的去清查 在圖字這個部分也都給地方政府 還有給能源局這個部分 那另外我們現在在總公司的一級單位裡面 除印處也設了一個管線維修中心 就專門這辦公司會設在高雄鏈工廠這邊 那另外其實大家剛才提到整個環保土屋水屋這個部分 我們在3月1號也承認了土壤跟地下水整治污染那個工程處 也3月要真正成立 所以這個部分對在土水跟污染整治這個部分 跟管線維修這一些 你這些強化的措施 你的人員都是設在高雄還是設在總部 高雄 都設在高雄嘛 是 所以也就是說 不是說總公司搬到高雄 你才可以做這些事嘛 你現在總公司就是在台北 你還是一樣可以把人設在當地去強化他的公安嘛 對不對 是 那這個部分本期希望 就是你們中油部分 持續去把這個公安部分做好好不好 我們會會再集體加強來辦 好 那另外我要問一下經濟部 面對這樣的情況 你們今天在報告裡面 你們有提出管理石化業的三大原則 中央立法監督 地方檢查監理 業者自主管理 就是這三項的目標 我看得出來立法權事實上是在中央 國營事業的主管機關也是你們對不對 那你們要跟地方怎麼分工 現在顯然地方要把這個立法權拿回來 他要透過一個自治條例 就還要求把總公司整個搬到他那個南部去 面對這樣的狀況你們要怎麼處理 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在去年氣爆發生之後呢 就由行政院組成了 由許政務委員來做發布會的協調 那開過了幾次會議之後呢 其實在11月12月各有一相關的研討 讓工廠管理輔導法怎麼去做修訂 把氣爆所遇到的問題呢 在法令的完備上面 有些是用韓式的就先解釋了 譬如說剛剛把秉熙納為那個氣體的 那個部分已經納入了 但是法令的部分 我們目前行政院是以修訂 工廠管理輔導法來做推動 那在推動的過程之中 因為院裡頭要我們跟高雄市政府 要做更多的討論 所以在高雄市政府其實在1月的時候 他在行政院院會討論這樣的法案的時候 他提了一些訴求 那這些訴求就因為 另外他有4個主要的 一個像總部要藍簽等等 另外很多還需要做一些細部的商討 所以就由省市長 跟高雄市政府的許副市長 有在做這樣的一個討論 那在討論的過程中 他就提出了這樣一個自治條例 所以就時間上面變成 中央的工廠管理輔導法 我們要持續跟高雄市政府來做討論 看怎麼把它完備化 讓民眾讓廠商的在經營 在財產上面 能夠受到法令的保障 以上 那你現在訂的這一個工廠輔導法 可不可以涵蓋他現行的 自治條例裡面一些重要的內容 有大部分都能夠涵蓋 因為你是中央的法令 是的 那但是因為他有他的主張 像譬如說總部藍簽等等 那我們其實覺得說 他是不是跟管線的安全 其實剛剛忠友也提到 他其實就近的部分 都成立了相關的小組 那總部藍簽因為他有一定的主張 所以可能我們就必須要做進一步的溝通 但是法令的完備的部分 我們近期還是會跟高雄市政府在做商討 這個工廠管理輔導法 進出一個是全國一體適用的 透過工廠輔導管理法 就是的訂定 然後讓我們的石化業的公安 可以做得更好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請回 接下來我一個問題要請教 是我們環保署的衛署長 請衛署長 這個也是上個禮拜 大家看到這個新聞之後嚇一跳 我們的日月潭 我們這麼國家風景名勝的日月潭 竟然可能疑似有這個飯店 把他這個廢水排到我們的這個日月潭裡面 那我們每一年還辦這個 很盛大規模的永渡日月潭 那這個參加完永渡的人 可能大概心裡做何感想 都不知道喝進去什麼水這樣子 那所以這件事情本期要求你們 要查清楚啊 如果真的是變成巨型的畫糞詞 那這個不行啊 這個我們整個國家 大家現在靠觀光 今年要拚一千萬人啊 如果大家知道說我們的日月潭 變成是被污染成這樣子 那還得了 一定要把事實查證清楚 你們現在查到的情況是怎麼樣 當時有這樣的報導出來以後 我們已經有會同 南投縣環保局當局等 相關機關就有去查 那譬如講那個 攝影所看到的三個所謂的管線 其實只有一個是嘛 另外兩個是H 那那個管線是做什麼用 它是這個我要多問一點 但是並沒有所剛才講到的 有這種排放廢污水 或者這種糞便水的這個情況產生 好 我是不是請我們同仁 需要進一步講嗎 有這邊有資訊 我們有資訊 很快用一分鐘的時間講一下吧 來 我想大家也很想知道 這個 那個原來媒體報導是這個暗館 後來我們 都查總隊跟環保局都有去 會同去查 那個後來我們查了結果 那個不是不是暗館 是消防管線 消防管線 對 那因為其實現在日月潭周邊有10家的觀光旅館 那這一些還有包括一家遊樂園區的事業 這一些的話全部你們周邊都查清楚了嗎 對 我們這個在日月潭風景區裡面 我們都有列管它的這個水污染的事業 總共我們列管了11家 那另外對於這個日月潭管理處的公共下水道 這個有兩家 我們也都有列管 所以我們都有積極在查核它的相關這個汇水的一個排放情形 好 待會本席會有個臨時提案 我要要求你們整個要通通徹查完一遍 而且把徹查完的這個結果 就是報告委員會 我想這是讓全國民眾安心 至少你說初步你們看到的管線不是嗎 是消防管線對不對 被通報出來的 目前看到的不是嗎 對 裡面是那個汇氣的管線 另外有消防管線還有雨水管線 好 那之後其他的管線 我也希望一併都查清楚 好 謝謝 好 謝謝 王委員跟各位官員 我們接下來請這個 我們再 sad嗎 跟隨便 說